是的 什么叫伤心 梁凡 张飞不懂得什么叫伤心 是我 没错 这是我当张飞的第一天 还有点不太熟悉 大家多包涵 我重新装满一下 来到了我们浪中古城 您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叫做张飞寻城 在三国时期 张飞镇守浪中镇守了七年 所以今天张飞已经成为了浪中的保护神 在上班之余 这辆小马车将带着我去探访浪中和张飞的故事 跟俺长得一样啊 进去瞧瞧 我寻觅张飞的第一站在王皮影博物馆 那皮影戏中的张飞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快跟我来一探究竟吧 堂堂将不打仗 道教安老张 做工堂 信查身子 信查身子 哇 听见了吗这掌声 那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皮影戏仍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但是它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们去后台看一看 我在后台见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川北王皮影的第八代传承人 他向我介绍了川北王皮影的发展历史和制作工艺 在他的指导下 我也拿起了皮影 过足了戏影 皮影戏这是一名古老的艺术 但是说它一成不变的话 那也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我们做了哪些创新性的改变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传统人物 然后我们还有现代人物 大家看完了皮影之后 想上手子就上来操作一下 就是有简单的现代人物跳皮影舞的 那个就很简单了 他能跳舞 对 皮影然后就是我们不光是要观众来看 还要让观众自己上手 就是自己的亲手感受 好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比如说张飞要是他能跳起的舞蹈 他怎么跳 可以 哇 还能交叉布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结合 其实当时的话 就是为了观看皮影的观众 其实可以更好的体验 更受年轻人的接受 几个要点就行了就可以完全上手操作 武能上马定乾坤 文能通达 俯民心 皮影中的张飞 不只是戏中的张飞 更是浪中人心目中的张飞 而在浪中城 张飞的身影更是四处可见 街头 路标 公交站 餐馆 他的形象 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浪中人民成长 并牢牢地刻在了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 都是本地的吧 都是本地的 你想象中张飞是什么样子的 我感觉他是一个粗鲁的汉子 有时候也有聪明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聪明的时候 专真的时候是吧 粗中有戏 张飞的先后语你们会不会 会 真会啊 你先说 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 张飞磕瓜子 不够塞牙缝 张飞吃衬妥 铁了心了 张飞耍杠子 轻而易举 我发现浪中人民谈到张飞 真是滔滔不绝 就连小朋友也能对张飞的歇后语 倒背如流 我似乎也受到了大家的影响 对张飞越加的了解 也不由越发的好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家店全都是卖牛肉的 浪中有四怪 其中之一就是牛肉黑着卖 这个牛肉啊 指的就是传统的张飞牛肉 走过路过千万不能错过啊 咱们进去看看 这就是咱们传统的张飞牛肉吗 对 这是我们浪中传统的一种卤制工艺 然后也是我们浪中本地人特别受欢迎的一款牛肉 那为什么叫张飞牛肉 因为咱们在以前呢 是把牛肉外面抹上那个锅灰 就是为了保鲜嘛 就像张飞我们的这种印象一样 表面上是油黑 但是一颗赤诚的心是吧 火热的内心 来一边 看看 看看这个纹理多棒 像雪花一样 雪花一部位 这就是雪花一部位 对 一般您建议是买牛后腿肉 还是买什么位置 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 当然建议买牛后腿肉 软嫩化渣 咬进去这肉有一些些渣渣碎碎的感觉 但是它并不干并不柴 小孩老人都可以吃这一块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来到浪中 您千万也不能错过这张飞牛肉 张飞肯定没有想到 千百年后的今天 他居然成了带祸狂魔 成为浪中这么多美食的代言人 当然张飞留给浪中的 绝不仅仅是刚才您看到的这些美食 还有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 汉环侯瓷 汉环侯瓷如果您听着陌生的话 大家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 张飞庙 今天我还请到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的学者 张志平和我一起带着大家 尤汉环侯瓷 虎尘梁牧 这是形容张飞的 虎尘咱都能理解 梁牧是什么意思 张飞作为这个梁牧 他主要是体现 他巴西太守 这个官职的职能 第一就是发展农业生产 发展产商 第二就是新修水利 第三就是开辟交通 就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贡献 听完张老师的介绍我才知道 原来小永善战的张飞 还有能谋善断的一面 我也更加了解了当地百姓 对这位虎尘梁牧的喜爱之情 现在这个环侯瓷的东南角 有一个街道 就叫梁牧街 梁牧街 这都是我们浪中后人 也就是说对张飞这个先贤 也就是英雄张飞的追逆 行走在汉环侯瓷中 张飞的形象 在我眼中逐渐鲜活起来 现如今 他已经成为了浪中独有的城市符号 他的故事 也将被当地人一遍遍地记录和传送